過多月的升勢都挺誇張的 美股之外 例如港股也是14,600的位置上來 這兩天最高19,500以上 其實就差不多都5,000點了 所以都挺大的升幅 所以你說借小一些整固回調其實很合理 還有你看技術面 RSI那些其實無論9天14天都挺超賣客 所以我覺得有些調整回調的條件 但是始終我想大的方向 特別是近期炒過市星差不多5,000點的主因 就是離不開三方面 美國的加息因素可能繼續放慢 雖然近期有些美國數據 例如昨天公佈的數據 或者上星期五個飛龍也好 大家又有一點點質疑 但是始終我覺得上星期 白威爾都出來說的話 都確認其實12月加息的幅度會放慢 我覺得這方面暫時沒有太大改變 只不過是借小令到美股或港股有調整的可能性 但是不是說會打散整個市場 除非未來出的通常數據豪 或者是突然間儲局的方向又轉回好鷹 這些人才會擔心一點 但是我想暫時都不是說特別憂慮 而來近期港股這麼強的另一些因素都是內地 就是一些服償 優化防疫政策那些 其實都繼續在炒這些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幾個因素沒有特別大改變 其實市場又沒有什麼條件 是看得太過淡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維持一個大將小回 甚至乎我覺得年底前 還有條件是反覆示範高一點的 但是當然不斷強調是大將小回 或者是一個反覆的情況 可能升上上下又會有少許資金選擇 或者技術面有些的調整壓力 回到幾百點之後才再動過不出奇 所以我想短線來說 可能是稍稍叫做整顧一下或者反覆一下 即使一些的支持位置有萬九關 昨天你看到都收得住 雖然有萬九這些位置 或者一萬八千九這些位置附近 沒有明顯打穿的 我覺得其實再調整下去的空間 就未算是太大先了